另外看到是這個中東的局勢加劇 以色列和珍珠黨的戰火 越演越烈了 根據黎巴嫩的官方統計 以色列短短不到三週就空襲 有這個一千四百人喪命了 一百二十多萬人成為難民 不過以色列何時報復 伊朗這個飛彈攻擊 會不會去鎖定油田的設備 以及核設施 現在都全為了全球關注焦點 以色列狂轟濫炸貝魯特 不僅珍珠黨傷亡慘重 黎巴嫩在不到三週時間 已有一千四百人死亡 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 則罕見親自主持穆斯林 在週五中午的祈禱 公開回嗆以色列 不僅僅是以色列的最低限度懲罰 伊朗最主持人 在告訴他 他的國家能夠再次攻擊 以色列的最低限度懲罰 哈米尼強調 飛彈攻擊已經是伊朗 給以色列的最低限度懲罰 還說以色列就是美國 在中東地區的瘋狗 包括CNN在內多家媒體報道 以色列還沒決定什麼時候 以及如何回應伊朗的攻擊 但以色列有可能會在 10月7號發動暴復 因為那天正好是 去年哈馬斯攻擊以色列的日子 而美國總統拜登則說 他不認為中東戰爭會全面爆發 不過拜登已經表態 不支持以色列攻擊伊朗油田 或是核設施 但美國能否實質影響 以色列決定 媒體已經公開質疑 記者綜合報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